19年以上的一個房屋全面要來檢測 但是全面檢測以後 如果需要進行基礎的一個補強 是一筆非常龐大的一個經費 是人民自行來負擔 還是由政府來負擔 本席也要呼籲政府 要儘速的詳盡的一個計畫跟辦法出來 微貫大樓的一個倒塌 土壤異化是不是主要原因上南這個論定 但台灣地處歐亞板塊 地震頻繁的一個區塊 而地震是造成我們土壤異化主要的模式之一 卻是不爭的一個事實 根據諸多的研究與統計 近幾年來各縣市也有土壤異化的現象 這讓我們非常的擔心 希望政府能在一個月內 公布我們土壤異化的潛視圖 來維護民眾知的一個權利 另外現在普遍認為 土壤異化在地震時造成了房屋的損害 但許多的文獻 國內外的例子顯示 如果不是偷工減料 設計不良 甚少出現像圍貫這樣一個倒塌情形 而事實是否如此 也希望我們政府及專家學者要讓民眾說清楚 讓大家了解 本席不希望民眾因不了解而產生了恐慌 本席對於這次震災相關的關注 也完成了災害防救法以及建築法的一個修正草案 希望完善對於災區災民的一個協助 並透過三級平保的一個中間檢查機制來確保我們這個建築物從設計施工 竣工的一個勘驗能夠徹底的來保障品質及安全 本席希望能獲得全院委員的支持 儘速完成立法 充分來保障我們民眾生命財產的一個安全 以上謝謝 謝謝王委員 現在請王委員招順